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旨雍容华贵 有较高的文化教养 琴 琪 书 画样两精聪 他除了拥有杰出的英语功底外 还会说六国语言 是蒋介石的外交助手 蒋介石曾敢开导 夫人的能力 抵得上二十个度军士 美灵一生三次登上美时代中堪封面 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这个世界 成为无数人仰慕的对象 然而 美丽 聪明 得体 端庄的美灵却有一个不良习惯 令蒋介石很不喜欢 美灵的贴身副官郭女士曾说 美灵起床后有个特别习惯 蒋介石对此很无奈 很痛苦 他难以忍受 这个不良习惯就是抽烟 美灵为何会染上烟瘾 美灵会染上烟瘾 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 当时 为了躲避日口的轰炸 他 住在比较潮湿的房山别墅地下防空洞里面 由于重庆经常下雨 它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这使身上患了皮肤病 得了循玛症 发病的时候 皮肤起痒无比 很痛苦 而美灵常为此而彻夜不眠 有一天晚上 他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位女侍卫的衣袋里装着一包香烟 当时他突发奇想 就要来一只雕在嘴上吸了一口 从没有抽过烟的美灵 突然感到这烟的气味很奇特 身上的痒痛顿时减轻不少 当晚 抽了一只烟后 被寻麻疹折腾了几天几夜不得安宁了他 进入了梦乡 睡得很香甜 就这样 从那天夜里开始 美丽优雅的美灵学会了抽烟 美灵养成了是烟的特别习惯后 每天从梦中醒来 醒来后 不直接起床的 总是要躺在床榻上一枕子 先抽根烟 让他的女副官郭树梅为他做腿不安 做玩意儿 他在曼条斯里的起床 穿上尘袍 然后在书房的盥洗室盥洗 自己化妆 醉香烟已经有了一定依赖的时候 美灵起床后必抽烟 养成了习惯 不抽的话会感到难受 美灵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会抽烟 可是蒋介石不知道 因为在黄山别墅 蒋介石住在云秀楼 美灵所居住的是松厅 相距大约一百米远 而蒋介石与美灵也并不是每天都有接触 所以 蒋介石对近在咫尺的美灵染上吸烟的毛病并不了解 直到有一天 美灵抽烟的是被蒋介石发现的 他对此很无奈 他很痛苦地说 难以忍受 有一天 蒋介石走进美灵的松厅 忽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烟味 怎样回事 他急忙询问其音 这才发现原来是美灵在抽烟 蒋介石是不抽烟的 不仅不抽 而且很讨厌抽烟 闻见烟味就十分难受 他的部下当着他的面从来都不敢抽烟 重庆谈判时 烟饮很大的主席得知蒋介石很讨厌抽烟 竟然在与他会谈期间没有抽一支烟 蒋介石由此感叹 无怪 忽他能成为我最强的对手 此人不可小觑吧 蒋介石发现美灵染上了烟夜后 很是不高兴 很感到惋疾 很痛苦 他曾苦劝美灵下决心戒烟 可当美灵的侍从告诉蒋介石夫人染上烟隐是由于患病后不得已才抽的时 蒋介石不由又心疼起来 对此 他感到很无奈 美灵虽知道蒋介石从心里讨厌抽烟 也知道吸烟对身体极为不利 可是 他仍然无法戒掉当时被他视为佳品的香烟 这种习惯一直到了他的晚年时期才有所改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说明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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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